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把这个NIH在整个这个之间 在新冠爆发之间 所有很多东西要揭露出来 所以这现任的这位叫塔巴克 基本上不是质询因为跟他没关系 NIH说白了就是揭露NIH当时做了哪些 做了哪些 其中一重要一点就是NIH当时通过生态健联盟 生态健康联盟给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了资金做研究 所以验证这是很重要一点啥 重要的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拿了美国纳税人的钱 就国会是百分之百 有权力 有资格 让武毒所过来解释所有的一切 如果不来 接下来那就是了不得了 武毒所如果来了 武毒所这些 就是说白了现在 谁拿了美国政府的钱 美国国会的钱 就必须得出来面对 否则 那就是司法解决了 那接下来就是军事解决问题了 说白了 这个很多人听着 为什么要正式NIH给过 对就这意思 那你就过来解释 是吧 因为你拿了钱 美国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如果你没拿NIH的钱 那美国国会还没有资格叫你来 知道吧 你拿了 那你就NIH说白了 去听证 拿了是吧 好 有没有做这功能增强研究 做了是吧 正式说 做了 但是这个功能增强 NIH的功能增强和武汉那边不一样 他们做的是无伤害的 他说功能增强研究 什么叫做功能增强 说白了 这是一个通用术语 但是NIH的功能增强 是一般意义上功能增强的时候 是他我们自主 因为这个研究一般意义上功能是全国实验室进行研究 这是未受监督的 未受监督的原始 他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危险和伤害 但是造成危险和伤害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细节在里面 我们待会再详细解释 先先听听 李律师 你怎么看 这个步骤到了这边 我觉得会更让严博士 还有路德先生 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关心 让真正这个病毒真相的人们 我相信包括这个是配合严博士的这个 瑟琳上校他们还有佩洛斯尼士 都是觉得这个是到更进一步 当然这个是离对于这个中共国的这个追责 然后面对这个习共他真正这个幕后的常见人 就是习的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这个阶段 还有几个步骤 但是已经能够直接对这个NIH 还有对这个生态健康联盟 把他们的这些指责 跟为什么他们没有 把这个应该有的保护美国的民众的这个健康安全 看作是首要任务 而是做的是伤害民众 还有自己本身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 而在这个细节上面 就是在这个行政方面也是去摆烂的 那这个对于整个美国还有整个全球的这个发展 其实也是有间接的伤害 也就是说让人们不相信这个所谓的这种CDC 或者是这种生物健康方面的这些科学家 那当然也有一些的这种说法就是 其实中共国它本身就一直在钻研生物病毒的武器 这个项目了 而不一定是要跟生态健康联盟去做这个连结的合作 技术合作才能够到达这个生物武器的这个技术阶段 所以这个后面也有中共的这种阴谋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之后都还要再更厘清这个事实的真相 那能够走到这一步 觉得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欣慰的事情 我的先生 好 这里啊 我们看看他具体怎么说 大家看啊 这个咱们文明团啊进行翻译 首先啊 你看这里整个听证 NIH最新的这个主席过来了 就中间啊 重点就是说啊 首先啊 关于皮特大扎克 意思是皮特大扎克在撒谎 为什么呢 第一点啊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啊 所谓的说什么 上传不了 上传不了啊 这个相应的 他的报告 那就是胡扯的事 知道吗 看到没有 第二点 第二点是啥呢 就是关于 这里面 里面有个重重点啊 就是 生态健康联盟 提交报告的时候 晚了 并且 啊 之前 克林斯说什么 这是来自然 啊 说什么 来自实验室 那是阴谋论 他报告说 这不是阴谋论 是吧 这是关键啊 看到没有 啊 然后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NH资质都在所有的 这个钱是不是需要给他们提交报告 啊 如果不提交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是不是 那就是违法 就是说吧 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不是 你看这里头说啊 NH在拨款和拨款监督程序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承认 因为他是新的主席啊 那是之前的事情 跟他没关系 知识生态健康联盟 得以在中国武汉开展功能阵研究 米克斯议员都认同 事后诸葛亮 这是我所说的 米克斯说 了解 免物冠状病毒 新发风险项目 获得了近400万美元资助 部分资助给了武汉 病毒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您是否认为这批证款有效的利用了 纳税人的钱 是否 支持在今天发放同样的证款 对吧 以我们今天所聊的情况 不 当然不 没有根本有效 没有有效的利用啊 达扎克博士与NIH和NIID的互动关系 令人十分担忧 因为该证款有一个长期增长期 NIH依靠达扎克博士监测 报告病毒的增长情况 而他却迟了一个月 才按照证款规定的要求 提交年度报告 哈邦博士现在回看起来 NIH是否过于依赖 达扎克博士的自我报告信息 再次要说 这是受注量 我们确定他们过于依赖 因为我们从未收到过相关信息 米克斯说 不幸的是作为移民掩刻信 确定确定2020年后的事后见之明 确实如此啊 这个米克斯这个颜柯博士 这里头啥意思 说白了就是啊 这个武汉冰冻员所 就是说白了第一 告的就是告的 这里头监管不利 所以武汉冰冻员拿这个 去用这个技术 用这个资金 去做神武器 他们也不知道 说白了就批打 三个也不知道 但是 所有的都是武汉冰冻员所的事 是不是 你监管不利 说白了就是对中共 你WHO也一样的 是不是 中共 他是故意在这里 想方设法 钻你的空子 他承认监管不利 说白了就是 把别人想的太好了 就这意思啊 是不是逻辑 林女士分享一下 是 就是 一般在 这个 尤其是国际上面的 这个事务交流 我觉得这个 太单纯的 想这些事情 而没有去做防范的话 这个都会造成 你用现金的 这么严重的后果 其实这个早在 2020年的 2月份的时候 我记得另外一篇媒体报导 他就有讲说 其实 严博士在119所讲的这个预言 然后去披露真相来警告美国 还有警告全球 其实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因为他们用数学模型 这个就是洛斯阿拉莫斯 他们的这种能源部的专家 其实都之前就已经有用这种数据去做这种流行病的推演 然后得出的在武汉的这个蔓延的状态那时候的这种COVID-19的这种爆发的情形 其实就可以去研究出至少在全球会有400万人以上是因为这样子而伤亡的 所以这个已经在那时候就有相关的单位去警告了 但是这种声音是都被掩盖压制住的 所以这个的部分我觉得一一的这种厘清的话 这个都会让行政作业系统是不是能够更加完善 然后对这些专责的科学家是不是都能够有更严谨的这个要求 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都是整个事件过后 人们可能还要再更去进一步的去做探讨的部分 路德先生谢谢 好的 好 接着还有啊 接着还有 看他这个具体的啊 具体这个听证会 这个听证会是啥 是给接下来啊 接下来做铺垫的 就扶起这里 是不是 扶起这里做铺垫的 我们接下来啊 来 林女士啊 说说啊 这个美国现在最近啊 包括梁冠军的事情 这些 你来点评一下 你感觉 分享一下 你的这两天的看法啊 昨天虽然做了个节目 但是梁冠军的事情是晚上做节目说的 你分享一下啊 嗯 我觉得梁冠军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对于中共国来讲 或是对于整个习共的这个气数可以说是一个警训 然后也是他们应该要自己本身想一想 中共从建国到现在所谓的建国到如今他们的非法夺取政权 然后几乎就是伤害了中国的百姓 就是已经这么将近百年的时间 那这样子的可以感觉到他的这种气数也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屡屡的就是会有雷们还有像音波示录的先生这样子 愿意为了整个中国的自由民主来去做一个发声 然后去为了这样子的华人的第四天 还有华人永续的发展未来去做努力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让人们再去深思 当一个真正的价值观 你是选择良善选择智慧跟自由 还是你是选择向邪恶低头 这个都是让我们自己去抉择的 但是如果你抉择的是跟着魔鬼走的话 那你的结局就必定是火炼的地狱 但是如果你是以着这个国际法治 还有以整个人类的科技文明的耀身 作为你的选择的话 那就是会越来越真相清楚 而且会越来越契合整个全球的这个发展趋势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可以看出来有冥冥当中的力量 在护持雷延路 也在护持全球为了真相而努力的人们 多谢先生 谢谢 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之后 别忘了点子分享 谢谢林女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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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